新加坡是東南亞最發達的經濟體 擁有亞洲最頂尖的大學 也是東南亞高科技、金融業中心、人類發展指數 在全球189個國家中,排名第九 在東南亞克利基群 但其實現代新加坡的歷史很短,差不多就200年 比起隔壁的馬六甲很早就是國際港口 新加坡的發展可說是慢很多 甚至到了1854年 還被歐洲人戲稱為一個充滿東南亞魯蛇的小島 整天就是幫派火兵 是一個紅堵堵的國度 那新加坡怎麼崛起的啊? 咱們的歷史頻道嘛 我們還得先小聊一下新加坡的歷史 新加坡位於中南半島的最南端 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島嶼 只有728平方公里 比台北市達2.6倍左右 但地理位置不錯 在馬六甲海峽的南端出口 是兩大洋之間的重要航道 最早新加坡不是一個國家 人口也很少 到處都是紅樹林沼澤和泥灘 典型的赤道叢林地形 島上住的一群虎虎虎虎 統治過馬來半島的仙羅 蠻者伯夷、馬六甲王國等 都對這裡也沒興趣 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 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 屋於香料的種植中心、母鹿加群島 和歐亞香料的總轉站、亞利三大港之間 兩者最短的航路上 又是馬六甲海峽的最狹窄處 因此很快的發展為貿易中心 形成了一百多年 而這個時候的新加坡 還是一片空白 在49世紀初 英國在印度急劇擴張 接著把貿易目標放在中國 但這個時候 不管是東南亞還是東亞 扛把子都是荷蘭 包含馬六甲在內 各大港口都被荷蘭所控制 荷蘭人禁止英國人使用旗下港口 或是收取高昂的過路費 而印度洋前往東亞的維爾海道 馬六甲與遜塔海峽 都已經被荷蘭人封鎖 英國人對荷蘭人的厭惡 也體現在文字上 如Dutch Tree 荷蘭是對待 指的是客人也要付錢 A字啦 Dutch Metal 荷蘭金屬 就是假黃金 To get in Dutch 指的是陷入麻煩 英國在此區域內 只佔有冰城和明孤魯 前者不在海峽的最窄處 不足以控制海峽 後者更是提都別提了 根本不在貿易航線上 如果要突破荷蘭的封鎖 得以再找一座適合的港口 於是在1818年 英國的印度總督派出一支探險隊 想要在馬來半島的南端 尋找一個更合適的新據點 1819年初 探險隊抵達了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個天然的深水港 還有大片的森林 能供應修理船隻所需的木材 淡水也不予匮乏 而且是一座島嶼 英國船艦很厲害沒有錯啦 但因為缺乏士兵 因此有海洋保護的島嶼 向來被英國人所青睞 這一個時候的新加坡 森林密布人口很少 全島約只有一千人 島上的馬來人已捕魚種田為生 名義上屬於柔佛孫山統治 英國先以租界的名義取得 接著瘋狂建設 W1824年 新加坡人口突破1萬人 貿易總而也超過歷史悠久的冰城港 同年蘇丹將新加坡永久隔讓給英國 這個時候荷蘭就不爽了 馬六甲與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 都對此事提出抗議 認為新加坡在荷蘭的勢力範圍內 英國應該退出新加坡 而英國則秉持著自由貿易的原則 兩國僵持不下戰士一觸即發 但這個時候的歐洲剛結束南部門戰爭 原本的反法同盟一哄而散 結果英國的實力最強 又不願意和其他大國結盟 變成了追雇人怨的國家 與普魯斯、奧地利與俄國 關係都不是很好 英國序阿拉隆同交派的荷蘭 不願意和荷蘭交惡 而荷蘭這時的國力也已嚴重下滑 欠了英國不少錢 英國還是個日不落帝國 因此荷蘭也不敢貿然與英國開戰 只有兩國決議瓜分馬來半島 1824年 兩國簽署合約 以新加坡海峽為界 一倍的馬來半島 包含了新加坡馬六甲在內 都屬於英國 而以南的蘇門達蠟島 包含遠得不得了的明古入 都屬於荷蘭 這一個條約也大致決定了 現在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兩國領土範圍 當然也決定了新加坡往後的命運 比起同區域的另外兩大殖民港 巴達維亞和馬尼拉 新加坡是一個自由港而不收稅 吸引了東南亞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與阿拉伯商人 這一些人紛紛地湧入新加坡 在新加坡經商 或是把船停靠在這補給 169年 蘇利斯運河開通 亞洲與歐洲的距離縮短 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成本 而且馬來半島本身就有物產蜂籠 盛產橡膠還有錫 貿易就越來越興盛 1827年 華人成為了新加坡最大的族群 包含土生華人 或成為娘惹 有可能是原末名初 留在東南亞做生意的華人後代 他們說這一口流利的福建話、粵語、馬來語 又懂一點英文 因此善於清香 同時也有在華南活不下去 為了躲避戰亂而來的中國苦力 而身為原住民的馬來人 反而變成了第二大族群 主要以捕魚作風為生 等到了1860年 馬來人口被印度人超越 印度人很多是罪犯 是由英國人引進 一開始是為了紓緩印度監獄的壓力 這些人被帶到了新加坡 從事公共工程 如開闢道路、潛體叢林 好業務駐在新加坡的軍隊 也是由印度人組成 是達英帝國重要的軍隊來源 但身為不克徵關稅的自由港 錢從哪裡來?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灰色收入 政府把烈酒還有鴉片納為專賣 並開放賭場 在英國統治的最初幾十年 鴉片是最主要的貿易商品 新加坡那個時候可說是毒品王國 即使到了1930年 稅收人也有三分之一養的鴉片 而新加坡並部產鴉片 都是由印度進口 鴉片販子也非英國人 而是華人 也大多賣給底層的華人外勞 如黃包車夫、碼頭工人 在當地成為主宰 儘管新加坡越來越重要 但公務員遠遠不足 導致效率低下 公務員大多來自印度 印度人的個性我卻又不想多談了 至少印度人不熟悉當地的文化還有語言 1830年到1867年 新加坡人口翻了兩倍 但公務員的規模仍維持不變 糊亂和天花等疾病 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特別是在擁擠的貧民窟 1850年 將近6萬人口的新加坡 只有12名警察 治安嚴重敗壞 紅土毒在這裡很常見 特別是鴉片 簡直到了氾濫的地步 中國的秘密黑幫組織 三合會後世的天地會非常強大 成員甚至打了數萬人 黑幫間的火拼 經常導致上百人的死亡 這一個時候的新加坡就是一團亂 1854年 新加坡自由報寫道 新加坡這一個小島 到處都是東南亞爐蛇 1867年 新加坡升格為此霞殖民地 由倫敦直接管理 不再屬於英屬印度 因為新加坡越來越重要 採取了多項措施 要解決日間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成立華民護衛司屬 負責管理華人社區事務 掃蕩非法的苦力、除濟人口販子 避免華人婦女被迫下海 接著調停各大黑幫的蟹鬥與火拼 充當黑道監的仲裁人 華民護衛司屬的第一任長官 就在台灣很有名 有在斯卡魯登場的必淇淋 因為必淇淋會講張權話、潮州話、粵語和客家話 但必淇淋最後遭到了黑幫的攻擊 受到重傷 不得不提早退休 許多生問題一直存在到二戰結束後 包含了住房短缺、生活水準差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日日不落帝國英國開始衰落 日本和美國在亞太地區崛起 前子在1895年佔領台灣 後子在1898年接管菲律賓 兩隻很快成為太平洋的新主人 日本曾在1902年到1923年 與英國結盟 以牽制俄國在遠東擴張 後來在日俄戰爭中 日本打爆了俄羅斯 讓俄國無力再與英國競爭 此外議戰爆發後 德國曾經不止一次 嘗試撤反因屬英軍叛變 在1915年 新加坡的印度駐軍發生叛亂 英國在新加坡卻沒有其他部隊 剛好停泊在新加坡的兩艘日本軍艦 上岸迅速擊敗叛軍 但在1902年代 俄國與德國 這遠東已不再是英國的威脅 反而是日本成為了競爭者 這一個強大的新興工業國家 勢力遍佈中國與整個南洋 防制業與航運業不斷的尖穿市場 還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 以保護他們在南洋的產業 到了1930年代 沒有人知道日本人的真正意圖 但他們似乎越來越有野心 面對日本的挑戰 英國有如芒翅在背 又維持在遠東的霸權 只要投入大量的資源 在新加坡建立海軍基地 以壓制正在崛起的大日本帝國 1939年 耗資5億美元的海軍基地完工 秋吉爾城把新加坡摧毀東方的直布羅陀 是英國這遠東的要塞 然而這是一個沒有艦隊的海軍基地 只由皇家空軍防守 英國本土艦隊住宅在歐洲 本來計畫是在新加坡出事時 本土艦隊可以從蘇伊斯運河迅速遲緣 但二戰爆發後 本土艦隊全部投入了不列電保衛戰 1942年12月 日本偷襲珍珠港 同一時間南下馬來半島 太平洋戰戰爆發 英國人原本認為 日本將從海上進攻新加坡 因為馬來半島冒滅的叢林 將是抵禦日軍的天然屏障 另外開戰前6天 在大西洋與地中海戰攻標柄的戰列艦 威爾4000王號 和戰鬥巡洋艦反擊號 在四艘驅逐艦的護衛下 抵達新加坡 英國上下都認為 新加坡的堡壘堅不可摧 結果在馬來亞海戰中 缺乏空遊資源的兩艘巨艦 雙雙被日方的轟炸機和雨雷機集成 英國遠東艦隊司令 菲利普斯上將也在戰隊中陣亡 遠在英國本土的邱吉爾 得知消息後當場崩潰 而在陸戰方面 日軍迅速南下 短短6個禮拜 英軍從馬來半島策略到新加坡 這一個時候的英軍還有13萬人 原本打算過手製作東方的直布羅陀 結果不到兩個星期 日軍衝進新加坡 13萬英軍投降 這是英國史上最恥辱的紀錄 此後一直到戰爭結束 新加坡有日本人佔領 進行了殘酷的統治 戰兇英國人回到了新加坡 因為世界反殖民的潮流 逐步犯宽對殖民地的統治 1959年 新加坡取得智智邦的地位 李光耀成為首任總理 1963年 新加坡與當時的馬來西亞 沙拉粵與北婆羅洲 組成了馬來西亞聯邦 徹底脫離了英國統治 並在兩年後 新加坡被提出聯邦 成為獨立國家 但在短短十幾年 新加坡經濟迅速發展 入列亞洲四小龍 新加坡從魯蛇聚集地 黃毒毒之國 搖身一變變成了東方直布羅陀 不是一天造成的 而是天時地利人和 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 新加坡一直是英國前進東亞的橋頭堡 在鴉片戰爭中 暴打清朝的船艦 就從新加坡出發的 接著1888年 重慶倫臺問世 橡膠需求日益增加 盛產橡膠的馬來半島 迎來發財的機會 而半島上的橡膠 多有新加坡出口 這是天時 在了新加坡位於兩大洋的交會 連接歐洲與遠東地區的必經之路 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 讓新加坡可以賺取服務費 這是地利 而相比隔壁給荷蘭殖民的印尼 英國治理新加坡的方式溫和許多 建立完善的法治制度 為日後新加坡繁榮打下基礎 更別說之後 新加坡出了一個英明神武的鋁光耀 這個是人和 就在天時地利人和下 讓新加坡成為東南亞耀員的星星 天時地利人和是成功的三個要素 最早出自孟子與孫冰冰法 講的是古代作戰的謀略 而現在我們想要體驗古文的作戰模式 藉由天地人扭轉局勢 創造歷史 久而聞這款由台歌台次元代言的 全新三國謀戰極大成之作 《謀攻天下為局》 雖然我不是遊戲專家 但歷史我是略懂略懂 能享用天時地利人和 在遊戲中實現的真正有連環技 聽起來不錯吧 在謀攻天下為局 練兵行軍你得看天氣 有了四節氣細緻的設定 下游隨匪缺有良賊 巧妙運用季節帶來的加成與限制 將大大影響建設採集的成果 進而翻轉敵我局勢 這是天時 熟悉三國地形的你 還能在遊戲中重現三國的黑科技 蓋起連弩塔、興建烽火台 讓你的三國不再只是重工憲政 這是地利 遊戲中更還原了眾多歷史上 大有其用的文武百將及後宮美人 名將與名將的人妻 你都能用上 這是人和 即天時第一人和之外 還有官方給你的神助攻 懂完了都懂 玩遊戲一定要事前預約 現在全網Google Play、Apple Store、雙平台預約 先試玩黑版限定真機 又色又強 網頁預約再加碼文桃武略自選雙組成 文桃可以增加生產、建設速度 武略只增加增兵行軍的效率 想要文字還是武制隨你開局 虛報獎例外 J抽價值8萬台幣的現代帝王套組 有帝王蟹、帝王酒、帝王雞、帝王蟻 立即預約全部帶走 魔攻天下圍局登陸就送1200抽 不用三國茅庫也能強勢開局 經營場後記得輸入我的專屬徐寶碼 攜取1AP玩1局 林區我為你們精選的資源大禮包 有這麼好開場 這局你怎麼看